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楼梯看了一下 那边也没什么 那我们就直接去旁边的河西生态公园吧 它也叫南京国际友谊公园 是向市民免费开放的一个大型的城市公园 据说这个公园被称为南京河西的纽约中央公园 虽然它知名度不高 我来啦 你怎么觉得也是第一次过来 公园中心有个非常大的人工湖 湖对岸真的一片绿一样人呀 公园两边啊 展示着各国的国旗 基本上我都认不全 这边还有一个小型的展览馆 公园里有各个国家送过来的各种雕塑 非常有设计感 这个公园到处都有适合拍照出片的地方 树下石杰 红面上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开放的横花了 这边树里每棵树下面的圆盘上都显示着 南京与国外的一些城市交好的时间 这还有一座横跨湖面的大桥 这一片淡淡的草坪 据说周末的时候很多家长过来打帐篷 而这一块仿佛童话世界的一个区域 就谁能想到走近一看居然只是公共厕所的 好我随便找一个出口先去吃饭吧 我从庐山路这边一直走到了圆前路这一块 河西这边真的是路宽 人少车少楼房高啊 走了很多很多路 这一路上都没看到什么吃饭的地方 然后找了半天找了一家手擀面 听说味道还可以 我去试一试 这家主打的呢就是拆骨肉汤面 我来的时候一点多钟 小哥仍然在忙 他们家面和汤是分开的 汤就是普普通通加了一点青菜的肉汤 面的话是这种干拌面 面的分量不算少 我搅拌了一下就是真的是单纯的面 什么都没有 水菜有点接受不了这种平平无情的面 所以我加了一点辣椒油 我觉得老板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给面加一些其他的配料 至于这碗肉汤的话 喝起来就跟家里煮的排骨汤 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口味比较淡的 或者小朋友过来吃才可以 吃完饭走几步就看到南京河西外国学校 终于回到了平良大街地铁站这边了 虽然这块地方楼盘卖的都比较贵 但是我真心感觉生活挺不方便的 想吃个饭都很困难 买个东西可能都得开车 好了那今天就先到这吧 我们下一站再见 今天不了个У伐的 因为进入镜子做时 好 欺负 很多人都感觉 嗯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